哦吼液体肥用完了又要花钱去买吗 哈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自制肥料的做法 这种肥料不仅含有数十种植物所需的营养元素 更重要的是它不要钱 我们现在再去这个海边的路上 那我也就不卖关子了 做这个肥料用的原材料呢是海藻 这个在海滩上随处可以捡到 那么做这个海藻肥 源于有一年我看到一个新闻 一个退休的新西兰老头在海滩上捡海藻卖钱 最后要被收税的故事 我就非常好奇他捡海藻干什么 后来搜索了一下才知道原来是拿去做肥料的 于是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下自制海藻肥的方法 非常的简单而且是免费的 要知道苗圃里的海藻肥一瓶得卖20牛币 那么我们捡这个海藻需要注意的第一点就是 如果这些海藻它是根部还长在这些岩石上的 那么它是属于这个本地生态的一部分 你就不要就破坏它了 就捡那些已经根部脱落的那些就可以了 像这种它是长在石头上的看到没有 等到长潮的时候啊 这些海藻会给海洋生物提供庇护 所以就不要动它了 好那需要注意的第二点也是关于海滩生态的啊 海滩上的海藻同时也是一些本地生物 比如沙藻等等的庇护所 那它们也是海滩生态的中药组成部分 所以不要把所有的海藻都捡走了 隔一段捡一点就行 OK我捡了这么一小桶啊 对于我家的花园来说足够了 回家把海藻清洗干净 冲掉沙子和多余的盐分 然后用大剪刀把海藻剪成小块 这样一个桶能装多一点 它分解速度也会快一些 把桶里的水加满 盖上盖子让它自然发酵八周以上就行了 然后把这个放在你们家嗅觉最灵敏的人的窗台底下 等它成熟的时候自然就会通知我的 我们家这个第一波月季已经开的差不多了 有的花已经开始落了 看到没有 那现在就是给这个月季进行补肥的一个重要节点啊 就是为了给它第二茬花来做一个养分的储备 千万不要等到这个花全部开完了再去补肥啊 那样就有点太晚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的肥料做好了没有 走 哇塞 还没开我已经闻到这味道 哇 太串了 那这个肥料啊 用水吸射的比例大概是1比2就可以了 就把这个混到这个水里面混一点 哇 这比店里面买的那个要臭多了 一股很浓的那个 啊 安水的味道 这次给月季补肥啊 我还用了养分球 这个是经过发酵的产品直接用就行了 然后倒上自制的海藻肥 稍微给它拌到土里就好了 OK 那这个海藻肥呢 可以长期用随时用 我一般是2到4周给它这个11次肥 那每次用完以后呢 我就再往里面加一点这个海藻和水 如果你的花源比较大呀 你可以用一个像这样的大垃圾桶 来嗷这个海藻肥 但是你要记住啊 这个海藻肥它属于生花武器来的 所以说你要在这个通风调整良好的情况下 尽快的去完成这个施肥啊 不然可能邻居会投诉 好的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助你省钱啊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了 拜拜